作为月门的大师兄 刘晓婷可以说是一直被上小局压制 原因想必大家都知道 那就是到师傅家每次都吃不上饺子 要知道月云鹏一日三餐都离不开饺子 恨不得晚上的夜宵都要吃饺子 就连凌晨醒来 还不忘发条微博表示想要吃饺子 能在师傅家吃上饺子 也作为徒弟们之间得到师傅喜爱的一个因素 而吃不上饺子的二哥就只能被网友们调侃 被上小局压制 在近日刘晓婷成功扳回一局 近日刘晓婷上小局跟张九泰 同台在小剧场给观众带来精彩的演出 在返场的阶段 上小局就提起二哥吃不上饺子这件事 而每次都无言以对的二哥 这次却成功的反击了回去 反击的原因就是师娘回复了二哥的私信 没有回复上小局的 而且二哥评论的时间还要比上小局晚一些 二哥可以说是成功的扳回一局 上回就是五门 我没法吃早点 没法吃早点 师娘回复了 我师娘回她的没复了 没有回复了 虽然两人看上去就像两个小孩争宠吵架 但给观众们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让一旁的张九泰乐得腰都直不起来 但就是这种真实让大家喜爱 同时也不得不承认 岳云鹏在教育徒弟这方面真的有一套 无论是刘晓婷还是上小局 如今在队中都可以独挡一面 虽然是在德云社中辈分最小 但实力却不输其他师叔们 岳门师徒之间的搞笑日常 也被许多粉丝们所关注 无论是二哥吃不上饺子 还是师娘没有回复上小局的微信 都是观众对于岳门师徒的喜爱 如果不喜爱 相信很多人也不会去关注 刘晓婷上小局也非常给师傅争气 德云三小的专长演出 岳云鹏的徒弟就占了两个 也证明了刘晓婷上小局的实力 如今虽然德云社三小的专长演出被推迟 但好饭不怕晚 期待刘晓婷和上小局 在三小专长上的精彩演出 观众 字幕by索兰娅